因为以前人民币说我顶着我不贬值 现在人民币都很弱 人民币都顶不到 或者说他未必想顶 因为当美元强的时候 所有货币都贬值的时候 人民币自己一只强的话 那你就搞衰自己的出口 是不是? 那中国内地现在的经济其实都有问题 希望大家经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经常会透露一些猛人最新的动态 或者他对市场的看法 你觉得欧洲那边会不会 大家说什么欧元风暴 欧洲风暴 还是亚洲风暴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发生?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当然是明年有这样的可能性 或者是欧洲东南亚那边 我觉得东南亚那边 其实欧洲那边是未必能够带动到一个风暴 出来出变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 譬如你欧洲的国家里面 其实欧盟几十个国家已经大家维系了 互相去帮忙 还有欧洲央行的时候 去帮你去维系 好像那时候希腊没有钱 说要破产 欧洲央行先借些钱给他 就是他们自己会有一个调节 但是因为东南亚国家 你东南亚没有一个大哥就出来说 你行不行我支持你 没有一样这样的东西 但是东南亚的国家 你看看一般都是靠 以靠美元做一个交易的货币 就是他们自己内部 当然是自己国家的货币 但是对外的时候 就会用美元来交易货币 第二个就是他们主力 都会用一个旅游业为主的 就是说你很靠外来的资金来涌入 而且也很靠外面的资金 去投资去他们的国家 所以当美金很强的时候 很多一些投资者 就会去想起来 我安安全存 我的钱就这样放去买美元 我已经有几利息收了 那我做什么还要去冒风险 去投资一些国家呢 还有就是当你全球的经济衰退 你新兴市场 你不可能独善其身的嘛 那就是说呢 你投资下去新兴市场上面 他们又有风险 通胀又厉害 那你但是你的笔钱 如果抽回出去外面 放在美金上面 我就零风险地 我赚了几利息的收 就是会收几利息 那我做什么要冒风险 那你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你就会令到新兴市场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骨牌效应去塌 比如好像1998年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亚洲金融风暴的 那当时就是激发点 就是泰国泰猪一晚贬值了18% 那当时也就是说是 泰国的经济状况被人贬得太好了 那然后就爆破一个国家贬值 就令到整个亚洲区的国家 全部一起贬值 那所以新兴市场就有这个骨牌效应出来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像欧盟那样 好像欧元区那样一个大哥 就出来说我支持你 那他们全部都自己独立一些国家 那我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会希望有人去救我的 因为以前就是人民币说我支持 我不贬值 但是现在人民币都很弱 人民币是支持不了 对不对 或者说他未必想支持 因为当美金强的时候 所有货币都贬值的时候 人民币自己一直强的话 那你就搞衰自己的出口 对不对 那中国内地现在的经济其实也有问题 那你一定要靠出口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跟贬 跟着贬值 那你才可以出口才能够激活到 明白如果是这样 就是亚洲风暴 但是亚洲风暴那时候发生了 其实亚洲的银行现在都是非常谨慎的 你觉得是经过上一次的教训 会不会那么容易有个风暴出现 其实真的很奇怪的 你想想金融海啸金融风暴这些 这样的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教训 一直都有一次 但是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还有今次我觉得就是 那个风暴呢 未必纯粹是在金融上面发生 可能的牵引点 是在一些的地缘政治上面 那会更加激发到那个问题 譬如好像今次那样 本来的通胀已经有的了 去年开始已经是 但是因为为什么会那么严峻呢 就是因为俄乌事件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 不是在年头开始打仗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问题没有发生的 例如地方就说 俄罗斯不会突然之间 就乘机又再夹一夹 这样 这样就说其实是在地缘政治 引发很多的问题出来出面 那来着的话呢 其实 担心的当然就是 是台海事件 我自己会觉得是 是 还有就是说 究竟俄乌事件 究竟会不会结束呢 还有如果不会结束呢 究竟之后 会是 拉到什么国家进来 去大家大混战呢 这样 那其实这些是会令到 一些金融风暴 各样的事件 会产生到外面 OK 即是 可能是台海这边 引发另一个金融风暴 是 是 没错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现在沽货呢 沽什么呢 股票呢 股票 你看到港股跌到来 一万七千多了 已经是 那我自己看是 因为一万七千二百点 应该要守住 我不敢说 是不是守得住 但我自己是很希望 它要守得住 因为它是1989年 开始一个上升通道的支持位 如果它跌穿了的话 即是如果纯粹 不要用基本因素 纯粹以图表计划 其实一万六点都守不住 可能会说是一万二万三 所以我是主观地 不想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说 一万七千二 一定要顶得住 因为那是三十多年来 那个支持位 明白 希望顶得住 如果顶不住 大和是不是你的意思 是啊 没错 OK 到时你再说 我们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觉得 我们暂时是按摩不住 如果是在汇市方面的话 好像刚才我说 既然那个美金 确认是会继续升 因为美金在美汇指数 是110 是一个很大的阻力轨 来的 它当然是升穿了这个阻力轨 即是说下级已经是 无可置疑地是120 既然确认了美金要上升的时候 那你的非美货币 当然很多跌得七七八八 例如英镑 看一算都103 对不对 但是譬如你欧元 现在说是0.96 还有千几点行 譬如好像加指 加指现在是1.37 看它1.46 还有98点 还有日元 1.160 实际上就是说 在汇市方面 在任何时刻 都有一个机会 因为你可以拿货 可以沽货 你可以选择地方 就是我拿美金 我沽日元 最稳适 或者我沽欧元 这样就变成 在货币上 就会容易做些 但是股市就有个难度的地方 就是刚才说 我希望17,2元 就能顶得住 那如果真的能守得住的话 那现在都17,000多 都18,000多 18,000以下了 都差了几百点 我当然宁愿 就说是 hold低位去买货 但如果万一 真是不幸 17,2元真是跌穿 那刚才说 17,2元是33年来的支持位 那一旦跌穿的话 怎么也会走回 是有点云的感觉 是吧 那我就说 怎么也会走回两三千点 那你那时候才做事 就是可能做一些对冲的事情 比如刚才说的 是否做熊精 或者是做一些沽货 铁住他 诸如此类 是 熊精有没有介绍 熊精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 就是不要做一些太远的 那些 因为太远的话 第一 现在已经是波动 因为十月份 很多人都觉得 十月份是一个 古灾月 就是传统 其实那些人查过 都不是每一年的十月 都是古灾的 有时候都是一个大升事 但是 现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又快来十月的时候 令到大家又觉得 糟了 传统的古灾月又到了 很大机会会 就是会发生一个 古灾也好 或者是会是一个 很大的波动性也好 那既然 既然我们看 可能是十月 十一月的时候 有些比较大塌市的时候 就算你真的要做 要做套凳的话 都不会是占些太远的 因为太远其实没意思 你说如果我们 现在是在这个三万点楼上 我看淡了 那你当然可以做远一点 是不是 就是慢慢 慢慢有排跌的 但是 现在是短线一点 所以我就会倾向 找回一些 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至半年左右 那些地方 那些的一些 红症 那就会是好一点 我觉得 当然也要找回一些 成交多一点 譬如可以选 譬如是 这个 汇丰的 68332 那今天其实成交都不少 都涨了很多 其实根本都是 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 就是成交多的 跟着就是再选择一些 的时间 不要太久的 那就会好一点 譬如你69366 你汇丰摩通 那些 那都是 成交都会多 而且 你会看到它的利润 是跟着市况去走 其实是 OK 都是红症 旗子比较大 所以你给了两个提示 红症 譬如好像今天有关 跟欧洲有关 英镑 英国有关的股票都跌了很多 譬如 匯丰 是 有些什么策略 我觉得匯丰真的很惨 之前升得这么好的时候 大家还想着 就说 会不会 可以兜底买货 它开始就派息了 是不是 但是今天已经跌回来 42个多人钱 跌了差不多7点多 因为英镑大跌 但是你没办法 你英镑跌的话 你汇丰 渣打 这些是最受影响的 根本就是 那接下来 其实汇丰 已经去42元的话 你说你再沽它 又好像空间 未必太多 可能下去38元 左右就止步 那么 那变成了 你现在真的 如果去做一些的 从政去沽汇丰 或者你现在手上 有政股去沽的话 你好像不太舍得 宁愿可能 就沟低位买货 但是我觉得 趁着现在英国 还要跌的时候 暂时 如果你说 要兜底捞货 捞汇丰 如果去沽打的话 其实都没有时间 提外话 我们其实 一直都觉得 李嘉诚先生很厉害 是啊 他沽了很多香港 大陆东西 是啊 英国东西 是啊 他今次都 是啊 没错 当时我都有想的地方 就是看到他 已经沽了香港 沽了内地 走到欧洲方面 英国 难道真的有起色 我当时在想 是否看到一些东西 是我们看不到的呢 但是无奈 今次我想他都 跌眼镜 我都看不到 OK 不过说真的 内地和香港都跌得崇伤 是 没错 没错 OK 非常感谢Stella 如果有什么事 我们再找你 说一下最容易 提示 好 OK